龍熊烈火不斷竄燒 整個廠房已經陷入火海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濃煙密布 緊急出動 二十二台消防車灑水灌灸 三號晚間九點多 台中港內工廠發生火警 透過空拍儀器 發現熱源是從廠房內開始延燒 加上外圍有六個大油槽 就怕火勢波及產生爆炸 消防趕快做阻隔 抽海水滅火 工廠的面積很大 那我們去抽取海水 來做滅火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在十二點零五分的時候 我們將火勢整個撲滅掉 前火的工廠是一間辣品公司 裡頭都是堆放可燃物 兩棟廠房一千平方公尺 統統被燒毀 現場滿地黃色辣油 廠房被燒成焦黑一片 出口損失四百多萬 而火警發生當時 有一名員工留守 懷疑是電線走火 但警銷認為仍有疑點 火災的過程會有一定的順序 第一個就是冒煙 第二個就是警報 第三個然後才是斑斑波及 那這個火廠比較特殊的就是 他警察第一時間發現 就是全面燃殺 拉平工廠大火燒毀兩棟廠房 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是否有延遲通報或者其他因素 還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繼續在流淚文中陪中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